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金融马尔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来今天早上 指数呢今天震荡也颇大 不过今天和上礼拜的震荡不太一样 那上礼拜的震荡呢常常是开高之后走低 那今天的震荡呢是开低之后走高 好 那么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是小高盘开出之后 那么一度是下跌了48点 好 那么在下跌48点之后 最后指数是一路上 好 所以呢最近指数常常都这样大震荡 好 如果今天跟之前不太一样 上个礼拜都是开高走低 好 今天指数开低走高 中场上涨271点 那15410点做收 好 2740亿的成交量 好 我想这下日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感觉出来 那么市场上面涨的时候 大家很嗨跌下来的时候 就看法上面一致偏空 好 那么这就是说那是顺着盘式上面的讲法 好 但我觉得那不见得是一个可以获利的方法 好 那么上个礼拜的时候指数跌下来 这是礼拜五的时候的那一根黑黑 礼拜四的时候破了月线 礼拜五的时候碰月线之后 没有站上之后下来 好 礼拜五的时候你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是 都是偏空解释 好 那么礼拜五之后 其实礼拜四之后就讲了 好 季线破不破没有关系 那你会说为什么它破不破没有关系呢 好 因为它是一个上升的月线 那所以我说月线破没有关系 好 那有些人说 但是他如果站不回去怎么办 那要先讲一个重点 基本上面来说的话指数跌下来 确实是留一个缺口 那确实是破了月线 但是你要看它出现位置在哪里 有没有 它已经是连续下跌了好几天之后 然后留下的这个缺口和这一个月线 虽然它短线是跌破 但是跌破也是买一点 因为它现在扣跌的位置还非常低 所以短期之间它都是往上 指标也回到低档 有没有 所以我上礼拜就说随时会反弹 那其实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讲 对 讲话都会相反 所以其实应该说这一段时间的拉回 它就是一个涨多的拉回 包括美国也是 美国礼拜五的时候也跌 对不对 那上个礼拜的最后几天 美国也是拉回 那美国拉回 当然它有一些原因 包括有一些股票涨得比较多 然后也包括废的讲话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看的时候说 Fight讲话说 经济复苏的力道没有预期这么强 对不对 那当然你在指数涨了很多之后 它当然会反映一下 应该说很多股票之前都涨很多 所以跌下来是因为之前涨得多 但是Fight的跟你说 这个付出的力道没有这么强 对不对 但是你要回过来想 对不对 它就继续撒钱 它就是告诉你它要撒钱 而且这又更确定要继续撒钱 对不对 那继续撒钱的话 股票会怎么样 有没有 去年景气也还没有完全上来 就是一个撒钱 行情就一路涨 因为钱没有地方去 没有地方可以去 你现在看所有的投资里面 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股票 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股票市场 所以当Fight的告诉你说 付出的力道没有那么强 等于它就是要继续撒钱 它就是要继续撒钱 市场还是一样宽松 钱还是非常的多 那跌下来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一段跌回来 跌到这里了 今天拉一根红K 这根红K把昨天 前一天的黑K的一半 都吃掉了 对不对 指标也在低档 好 那么这吃一半回来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对不对 告诉你 我当时告诉你这里有支撑 破盘就是这样子 多头的时候 它有时候就有一种惯性 它不拉回哲宇 它拉回说都很快 但时间很短 对不对 然后它一定给你破线 它一定给你做到破线 所以你看很多人说 破了这个位置 是不是 会怎么样 有没有 这个低点 这里也是一个支撑 这个低点上礼拜有跌破 对不对 跌破的时候很多人说 破了这个低点之后 它就要下去了 那么今天是不是上来 是不是这样回去了 所以它就是给你做到破线 因为没有做到破线 洗不出头码 对不对 你说它为什么一定要洗出筹码 它就是要洗出筹码 是不是 要不然行情怎么会一段一段上去 对不对 为什么在以前多头的时候 不是说不能赚 而是有些人没办法赚那么多 它就是会用这样子 过热的时候 就忍不防地修理你一下 然后跌下来就一定给你跌到破线 然后破线的时候 大家开始动摇 很多人的筹码都杀出去之后 它一口气就站回去 站回去以后就继续涨 是不是今天行情就如此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做什么 我上礼拜其实就说 最差就是上周 这礼拜就开始涨了 今天早上起来 所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早上起来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跌这么多 对不对 这样子这个礼拜要继续跌 就第一天就给你大涨 第一天就涨上去 是不是 当然今天台积电涨 讲到台积电就更清楚了 台积电 这一天 679块的时候 那一天 对不对 全市场嗨 所有的人都想买台积电 那我跟你说台积电会跌 是不是 我跟你说短线它这里 开始拉回了 你不要再追了 好那么结果就真的下来了 从679块一路跌下来 跌到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最后是591块收盘 591块收盘的时候 我跟你说什么 它要准备涨了 它的支撑到了 它要准备涨了 它不会一次就错过30倍的本益比 但它25倍本益比会有支撑 是不是 所以高点跟低点 都公开跟你讲 对不对 所以我常说股票涨上去的时候 当它一路喷出的时候 喷出到高点的时候 你要 你要多看一点筹码 跌下来跌很多之后 你要看一下基本面 是不是 跌下来之后很多人都会忘记 对不对 当上个礼拜 台积电跌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忘记了 当时你在600多块的时候 怎么看它的 你看它那些理由 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670几块不是买点 短线会拉回 但是跌到591块的时候 不要忘了你前面看的东西 股票就是这样考验人性 它就是这样考验人性 线有的时候也会失真 是不是 你以为所有的线都会走得好好的 那不然大家都赚大钱 线有的时候就是会给你破线 它就是会给你破 对不对 如果永远都是照规规矩矩这样走 那怎么会有人被捡呢 那市场不是超好做吗 是不是 所以我说股票是很多东西的综合体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全部综合在一起 是不是全部综合在一起 对不对 那我个人认为 基本面是长期会反映 基本面的轨道 长期一定是照基本面 但是短线的波动和筹码面 对不对 在技术面有时候会失真 有时候它会破线 有时候它会假跌破 有时候它也假突破 对不对 所以股票是这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 但是所以你一定要 但我还是认为你要把握今年的行情 对不对 你不觉得行情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看把全部都转了 是不是 但是东西也不变呢 对不对 废的讲话你听起来是利空 后面告诉你利多 它后面告诉你的就是今年继续撒钱 是不是 资金就是股市最大的活水 而好像今年的基本面 总体来说 整体经济来说 也许不是这么复苏这么强劲 但是科技是强的 科技当然是强的 是不是 因为台湾半导体的比重很大 半导体又极大成 即今年的5G 电动车 物联网 AI 云端 全部极大成在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从上到下都在涨价 全部都在涨价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 行情就会涨 对不对 而且过完年回来 有一大堆要涨价的东西 一大堆要涨价的东西 涨价要不要反映在营收跟获利 是不是 铁定要反映 所以这礼拜是黄金布局期 是非常好的买点 来我们来看看 有东西就是涨到非常凶 是不是 来看看记忆体的话 DDR3低润涨幅高于预期 全年涨幅要上修4到5成 你记得其实呢 一开始涨的时候 它还不会 数字还会越拉越大 还会越拉越大 现在来看已经比之前 年初的时候看涨幅更大了 对不对 我想等过完年回来之后 那个预估涨幅还会更大 因为供给再减少 需求再增加 这东西没有变 对不对 这是基本上面 没有改变的事情 但效果在发酵 效应在发酵涨幅越来越强 上就四到五成 对不对 那么现在涨价不是只有年前涨 年后还要继续涨 然后第二期涨比第一期更凶 下半年不小心会 真的非常吃紧 是不是 那股价不要反应 当然要反应嘛 所以是洗瘦 因为现货价现在已经飙了38%了 所以南亚科今天不就涨了吗 是不是 南亚科 那基本上它也从高档拉回过嘛 所以很多股票拉回 都到很漂亮的位置啊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拉回到很漂亮的位置啊 空间也出来啊 空间出来就意味着你赚钱空间更大 所以叠下来股票是要早买一点的啊 实权是不是也高档拉回过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一样是多头 那拉回到这里满手低价库存 那单单现货价涨这么多就赚翻了嘛 是不是 那回过来看金豪科也一样嘛 低价库存都已经六十几亿了 而且第一期涨价第二期还要涨价 是不是 它仍旧是一波比一波高 一直往上垫高嘛 对不对 只是涨多的时候会回 涨多的时候会回而已啊 所以我说现在很多股票空间都出来了 今天很多股票是完整的啊 对不对 很多人是其实今年因为 新的东西跟新的题材多 而那些东西不是随便讲讲啊 真的在做 那当然会有些人说 它不会这么快一下就一飞冲天 当然啊 但它确实是确实的转机 它确实是发生了嘛 就像鸿海的电动车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鸿海的电动车发动引擎 对不对 电动车联盟开始了 是不是那有些人说 它不会马上就出货大增 飞滑当然不会马上出货大增 但它就是存在的转机 它就是一个确实的大转机 是不是也是未来的梦 对不对 因为将来以后很多国家渐渐的 慢慢的都会订落日条款 也就是说原来的柴油车啦这一些 那当然不是说这一两年啦 但是长期都会有落日条款嘛 所以以后你就是得换啦 是不是那鸿海的电动车 有些人说它现在不会一下子之间 就马上大出货出非常多 对不对没有错 但是它确实是从无到尾的新东西 它多多少全部都是新的 对不对有的就是新的啊 是不是所以里面的公司也很强啊 是不是你看像是广宇 广宇来也是非常强势啊 对不对它这样的格局告诉你什么 它这样的格局告诉你拉回是买嘛 你拉回是早买一点嘛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波比一波高嘛 那我讲过你要看就看这个啊 是不是你看这个你才看得到 真正的梦在哪 股票有梦的时候是怎么涨的 就是这样涨的就是这样涨的 现在的梦比不当时小 是不是 所以你当然你不能说它每天都涨 对不对 但是它涨了之后休息 涨了之后休息 是不是这里越来越接近了 下面真的非常强啊 一个平台的支撑 一个上面的上移的均线 所以这拉回是要买的 所以我说很多股票是要找买一点的 因为大家都整理过了 有没有来看看红准 有没有 这个将来清量化就是它了嘛 红海家族里面清量化就是它嘛 对不对 也是姿态非常的高啊 这所有的均线才刚刚准备在发散了 这是长线翻多耶 长线翻多的第一段叫什么 叫出生段 话说回来今年获利也是六块钱以上 股价七十几啊 对不对 你用电动车的概念去看的话 我认为是便宜啊 是不是 因为将来你就是得反映嘛 所以它才会中长线翻多嘛 我刚讲你看到这种都是属于出生段 所有的均线连起来的这都叫第一段 第一段叫出生段 是不是 那大户跟主力的筹码不会在这里的 因为这里也没有量嘛 筹码也就在这里嘛 这是成本区啊 那成本区之所以进去就是准备主生段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今年是完整的 对不对 当然现在才一月份嘛 才一月份你不能要求它一月份 就开始马上出货爆成了 但它今年就是确实的转机啊 对就确实存在的 所以我就想说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看过年前 我觉得很多股票是买一点的 包括我跟你讲连台积电都是啊 对不对 台积电上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看一下台积电供应链 台积电供应链很多也是真的 真材实料的好货 是不是 那台积电拉回的时候 有些股票跟着跌啊 但是台积电到这里了 你看 那么基本上也是要上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股票其实 它很有意思啊 它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轨迹嘛 大部分人在这里会怕 在这里会买 在这里会怕 对不对 在这里就是全市场都在讲台积电 跌下去的时候 就安静了 对这跟大盘意思一样 大盘不是也这样吗 早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嗨 别下来说全部改口了 全部都改口了 对不对 那么基本面变了没 其实它没有变了 但它多了一个东西是费的告诉你 付出没有那么强 但是你只能没有想那是反过来另外一个利多 它就告诉你说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它基本上付出没那么强 所以撒钱就撒定了嘛 撒钱撒定了 这一条就可以让它涨了 但是经济还是在付出 它只是没有一飞冲天而已 那你也不能要它一飞冲天啊 本来就没有一飞冲天啊 那有人说会有 有人还说会有疫情 对不对 疫情会影响短线 加减会影响短线 但是 讲实在话美国疫情到那个地步 也没有影响他们啊 对不对 美国这两天拉回不是因为这个嘛 而之前还一路在大涨 那个今年就是会 今年就是会渐渐好 是不是 疫苗都出来了嘛 所以这个礼拜是黄金布局期就这样 涨价东西真的很多 过来年一大堆要涨价 一大堆要涨价的公司 还有基本面要爆发的 我现在知道就蛮多的啊 所以我觉得盘拉回来 像跌的股票 今天全值股先涨 中小型还没这么快 所以今天的贵买相对涨得比较少 对不对 但是贵买其实也会上去 来看一下贵买指数 来今天就收了一个 很长的下引线 对不对 很长的下引线嘛 那贵买很多人 你看他是不是也跟你伤到破线 对不对 伤到破线以后上去嘛 那行情就是这样 你等幅算起来差不多了 所以这里也准备要上去了 所以我就说 今天中小型有一些还没有这么 涨势还没有全值股这么强 不过接下来也是会补上 来其实看到涨价 像这个在今天也没涨啊 不过2月1号不就是现在吗 把旺权并进来嘛 那么这整个布局就是国际集团车用中心 意思就是国际里面的车用 对不对 这整个的布局就是这样 那再来 并进忘全之后 店主就占了6成 铝店就占了3成 两个东西过完年都涨价 两个都要涨价 而且现在在手订单已经800亿颗了 已经800亿颗了 在手还没有出货就已经800亿颗 那个BB值已经打于4 BB值不是什么1.52的之类的 是已经4了 是不是 这个获利也会很强啊 第一季可能就看2块钱了 第二季开始就完全反应 合并效应涨价效应 所以我觉得很多股票拉环 是可以轻松买的 对不对 所以趁这个礼拜 把握黄金的布局期 好股票把它先买好 因为上个礼拜该跌都跌过了嘛 该修正也修正过了 但空间都出来了 所以这礼拜把握好的买一点 那把握好的股票 那还没有跟上赶快跟上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跟大家聊 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抢先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呢 那么拉回是把握好股票 那当然就是说 有些股票的话 就是说你要知道它 会怎么走 应该就是说 它行进的节奏呢 那通常也是会跟基本面有关 好所以来看到今天的同志 好 那么这是今天352的同志 那收盘的时候 来今天同志是往上面走 因为今天其实早盘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什么低点了 那开盘的时候 来今天震荡之后 来今天开始往上 好 那么同志 我想在当时的时候 1月20号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了 那这是我们上一次 操作242块钱附近 应该严格说起来 在244附近 那么从这里的时候开始 然后 然后就开始一路创新高 好 因为当时也还没有喷出 好 但是呢 从这里开始就一路往上 好 那一路往上之后的话 那它喷得非常强势 那上去之后的话 我也跟大家说 那基本上面 后来就一路创新高 来看到同志 当时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价位其实是非常的低 好 那么上去之后 它当然后来一路创新高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短线上面会震荡一下 那震荡之后后来的话 短线上面就有些拉回 那拉回之后 我想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有谈过这个 好 这是同志 那我们当时在这里买 那高档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这里短线可以出一些 好 那短线上面到这里之后会休息 那休息之后到礼拜五之后 我跟你说会长 好 那你会说 你看这样子其实差非常多 好 因为呢 当时这里是创新高的时候 那这一天357块创新高 那到昨天的时候 296块收盘 那这里其实已经回到景仙附近 好 那么同志我们先讲 那么基本上面来说 这个还在持续 所以我想以后你会看到这个复制过来 那前面的这一段到目前为止 震荡一下还是会上去 好 那么当时的话 在当时上去的时候 之前那一波是大陆的关系 有没有 那时候是大陆的车市复苏 但大陆车市复苏 只是车市本身的循环 但是这一次的力道会比那个更强 因为这一次加上了这个Tesla的新东西 那Tesla新东西里面 我讲过其实大家现在都在 都在都在升级 好 就是说你搭载进去的东西里面 超声波的感测模组里面搭载的 它是一个模组化的 那它里面搭载到的 现在随着ADAS的等级越来越高 那么里面搭载的东西感测器也越来越多 所以今年是真正完全显示大爆发的一年 这个比之前力道更强 那我说过今年的获利也非常好 有些人会拿它跟茂连比 但我觉得它的爆发力是比茂连大非常多 这两个说起来应该是不一样 而且纯度上也不太一样 对再加上说获利的成长性 我觉得它今年的数字也会比茂连高 那甚至于也可能会高蛮多的 那所以如果用股价来看的话 那我想它还是会继续创新高 只是短线上面因为毕竟前面涨得比较凶 所以短线稍微震荡一下 那这边的话稍微震荡一两天之后 我想接下来你还是会看到它续创新高 所以好的股票还是要把我买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说过今年很多转机是真转机 所谓真转机就是它是跟着产业上的东西 就像我刚刚讲ADAS现在在升级 这么多的东西电动车 现在不是只有一个TESLA 其实很多家都开始要弄 为什么他们都要做 因为很多都开始陆陆续续 把这个一般的柴油汽油车的 落日条款给定出来 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定出来 到哪一年的时候要完完全全停止这些车上路 所以你非做不可 加上美国政策也是如此 所以那是真转机 那么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也是真转机 这个是一定得做的 应该说你从5奈米3奈米之后 重要性就越来越高 对不对 因为奈米有极限 能够去取代它效益 延续下去的就是先进封装 对不对 所以先进封装里面 我讲过先进封装爱普 爱普上次513块钱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上次买进的时候是一路赚 那基本上就从513 583到638块钱 660块钱 682块钱到750块钱 757块钱我们出了一趟 那么短线上面拉回一下之后 有没有 该赚你赚到中间的B掉 拉回以后今天再低档的话 你就随便买 对不对 因为今天的话 拉回到640块附近的话 你其实差价也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什么 短线整理过 所以拉回来其实你就低低的可以随便买 对不对 所以我说其实一起操作还是比较好 最起码你该买的时候买 该加码的时候加码 该获利出厂的时候可以错获利出厂 一大段放在口袋里面 必定要拉回的这一段 今天你可以在这里随便买 对不对 还是一样转型到IP公司爆发力非常强 所以很多赚钱的机会 因为指数也拉回 个股也在低档了 所以想要跟上来的朋友 等一下电话可以直接打来 本卧把卧这个礼拜黄金布局期 一起来点钱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